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它是一个约用人员的问题吗 其实你后来看到后面 其实它好像也不仅止于这样 或者说你从这个约雇人员的身份 它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 定期性的或是特殊性的 它后来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 但它后来也被限制 所以你就越来越想说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后来追根 追本溯源它其实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接着来追这个事情 然后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一个工部门里面 其实不只有约聘雇 但也有正式工人员 还有另外一个叫职工 职工就既工工友 它是符合牢记者保障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临时员 我们刚才讲的 还有后来比较夯的叫派遣工 但你后来看到还有替代役 所以在一个政府工部门里面 其实很多是这种人 这种人都有 每一种人都有 那正式工人员的比例其实并没有这么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以约聘雇来看的话 约聘雇比例是不断不断提升的 以人数来看 公务人员职工和约聘雇人员都下降 那相较正式工人员 约聘雇的比例仍旧上升 所以这边是先从一个工部门 它到底 它的雇佣状况然后来切入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一个这样的图 2005年 2005年之前不断大幅的下降 公务人员人数 从大概全台湾大概有40万 1998年 9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40万的公务人员 正式公务人员 然后不断地下降到2005年将35万以下 30万出头 然后后来再持续的上升大概35万 但是这个公务人员里面包括军工教 那所以有一部分是军警 有一部分是行政 有一部分是教育的 有一部分是行政 然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 除了公务人员下降之外职工也下降了 职工是什么 是公务部门聘雇里面的正式的劳工 他们其实有蛮好的保障 因为第一个政府不太会倒 那即便政府他想要把他之前 把他file掉 他给他之前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在公务部门里面的职工 其实他算是一个 还算蛮有保障的一份工作 而且所得可能也没有太 有一些可能两三万块钱 但是他基本上 劳动条件也好 或者说他退休保障也好 都还算是OK 约聘雇呢基本上也是下降的 刚刚讲1998年到2001年 可以看到2001年是大的下降 在这年发生了一个裁剪状况 所以你就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约聘雇你不要喊他废除啦 他自己都在往下掉啦 怎么会这样 那是为什么呢 约聘雇往下掉 所以其实政府也在检讨他的雇佣制度 所以他不要这么多约聘雇吗 其实不是了 是整个政府的人力全部在往下掉 所以我刚刚讲了 下一张图 对不起 下一张图的是 我把约聘雇直接拿出来看 约聘雇是长什么样子 2001年大幅往下掉 你说哦 所以2001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说非常好吗 或是怎么讲 他就是认清到这约聘雇的状况怎么样 所以他这样 但是后来实际上还是有往上升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讲嘛 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做整体都往下掉 然后约聘雇呢 2001年往下掉 那到底是一个 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到底是一个 政府发现到说 他老公条件不应该这么差 不应该给这么差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他公务人员比例往上升 公务人员整体数量都往下掉 那所以还要再看一个数据 就是这个东西 假使今天我们刚刚一个假设嘛 2001年约聘雇人数往下掉 是因为政府意识到 他不该用这么低的劳务条件 来聘用劳工 应该用正式公务人员的话 那照理说 整个公务人员的比例应该是提高的 但事实上不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便2001年约聘雇人数下掉 但是约聘雇人员对正式公务人员比例呢 在未来几年是不断的大幅提升的 所以故事到这边大概可以拉出一个轮廓 我讲的有点乱 我讲的一个轮廓就是 整体的公部门聘雇人数都往下掉 而你即便看到好像约聘雇也往下掉 但是约聘雇 占跟公务人员的比重是不断攀升的 再讲一遍 整体的公部门聘雇人数不断的往下掉 而这个往下掉的过程当中呢 约聘雇类似的非典化聘雇的比例是不断提高的 对 因为整明写 好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政府的人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而存留在仅存的政府人力里面的非典化比例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再这样走下去 假使它是不断一次性的往下走的话 就是政府人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多 然后到最后 尽存的政府人士里面可能十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公务人员 八个是越评估 但是现在看到十个公务人员 十个这样泛公务系统的聘雇人员 过去可能是一百个 一百个变成十个 过去一百个全部都是公务人员 或是都是职工 现在变成十个 只有两个是公务人员或是职工 其他可能都是非典型的聘雇 所以可以有两个 所以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嘛 就是它是不断的有一个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到底要讲什么故事 所以从刚刚那个几个数据 三个图 其实要讲的故事就是 国家雇用下降 景村雇用里面非典比例提高 那在整个1993年以来 我们就爬输到1993年之前 1993年之后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它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第一个叫做政府缩小 限制原额弹性雇用 这几年的大概趋势就是 政府不断不断的精简再造 或者说什么东西 原额精简政府再造 那其实是要让政府的 的的的的的的 全责范围也好 或者说 它的人力规模也好 是不断下降的 那但是呢 他要让他还可以继续 再精简下去的话 他就需要弹性雇用 或是说 他透过弹性雇用 让他瘦身 我有些人不用这么 这么一直在里面嘛 我要瘦身 瘦身完之后呢 那我可能还有一些 额外形成的业务 或是说我有些业务 就让那些 弹性雇用的人来做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有这样 一开始是这样 这是一个方向 而这个方向后来 拉到这边的话 它呈现一个什么状况 第一个 用约聘雇 约用 也就是临时人员替代正式人员 这个在过去有个叫 人力运用弹性化 可以看出来 然后接着呢 约聘雇约用这些人呢 但是我们不是看到数据上面 约聘雇人员都是下降的啊 那所以你是说 哦他的替代 正式人员的趋势是结束了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是因为他后来又发现到 另外的东西可以替代 约聘雇和约用人员 就叫做采购和委外 我直接人力采购嘛 我被劳务采购嘛 我发包给你什么 今天什么什么 什么单位 或者说什么 什么劳务 什么人力资源公司 清洁工啊 我还包给其他地方啊 那我还需要什么约用 一开始哦 比如说随便讲一个 一般行政机关里面 清洁工以前都是自己 自己聘雇的职工啊 但现在后来慢慢变什么 比如说 慢慢就变成是 某某的什么清洁公司 然后接了这个外包案 然后去做 对啊 那这种是怎样 那本来是职工的 他可能一开始变成是临时人员 临时人员不用了 就直接外包出去就好 所以你看到约聘雇人数下降 或是约用的人数下降 并不代表政府的体质在 政府的雇用体质在改变 不是 他是找到更可怕的东西去替代 直接雇用 派钱也是啊 派钱也是啊 然后后来到最后 你发现 他的委外量怎么好像也越来越少了 你就想说 哦他是不是又体质上改善了 或什么的 其实不是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 去任务化 去任务化替代政府责任 我到最后我要外包 我虽然从职业雇用 从一个正式雇用 变成是一个非正式雇用 非正式雇用 变成是一个间接雇用 不是职业雇用 我到最后不雇用不是最好吗 我根本没有这个任务 我根本就不用雇用 我就去任务化 什么叫去任务化 这业务本来是民间不能做的 哎呀我们就开放让民间做嘛 政府干嘛承担那么多责任 商机啊 商机不就这样来的吗 所以就是商机啊 所以就是民营化 或是去任务 BOT啊类似像这样 要简单的大概就是像 把一些研究案外包 就是例如说他本来应该去做政策研究 所以他们做不做 或者是说他们会把一些政府 在做的活动啊 他去包给外面的公关东西 对 那他是比较简单 那大的就是像LT的这一个 就是就不做事 嗯 比如说以前我在台经院工作 我后来在看东西才发现 诶 金建会自己竟然有做研究耶 你懂这个意思吗 台经院是接政府的研究案的 本来就应该金建会的人自己研究 不应该金建会的人发包出来 有委外有民间的单位来研究 因为民间就是看你拿你钱嘛 然后就写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处在这个阶段 我处在我过去都以为 政府不会自己做研究 都是要有委外 让这个台经院这种智库能够生存 所以我回头看到 诶 看到金建会自己研究的时候 我还吓一跳 金建会自己怎么会有研究 后来才想到不对 金建会本来自己就要研究 我们是委外了 他委外给我们一笔钱 那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说 那个所谓的利益输送 或者是说 OT大概就是一个大的利益输送 那这会是一个小题 就是说 对对对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东西去包给 我信任的学者 那我信任的学者做出来的研究案 例如说它可能是一个 电视的政策或什么政策 那我如果高兴的时候 我就用 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把你锁在柜子里面 那所以这个案子 就等于是没有 但它就可以有很好的 那所谓的学见的关系 或者政商的关系 对对对 那当然里面都很多很扯的事情 比如说树枝高格 其实是最 最还算是好的了 比如说 比如说好最具体的嘛 因为后来都开始要 我开始要严格 因为政府预算越来越少嘛 所以开始严格检查说 你这样外包的计划案 那也没有真正好好的落实 那通常计划案到后面都会有一些政策建议 那这时候 那既然我是一个某某部会 我今天外包出了一个计划案 好 由张兴华来做 张兴华是台经院的研究员 假使这样这样 好 做了以后呢 他有五大建议 但我忽然发包出去了 我就把方 树枝高格的时候 然后上面就来叮当 你这样子干嘛花这笔钱呢 那这样对你有什么意义 你干脆不要花这笔钱 但问题说他还是想把我这个钱的话 那怎么样 他就是要去落实那些政策建议 那当然落实政策建议 当然也很麻烦啊 那怎么办 我就跟张兴华讲说 那你就不要写政策建议就好了 真的就这样子啊 那你就不要写政策建议 那我就包给你啊 我就我就 你知道吗 我有资格标啊 我什么的 那当然我有一些 甚至我可以在 我可以 一般来讲招标时间 我可能只有十天时间 可以写计划案 但是比如说我在半年前 有跟你讲说我可能想做这个案 或是他跟我讲说他要做什么案 我就发包给他 那当然他会依照我 我要的东西来提供商品嘛 对不对 那这种委外就会产生 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那这问题只是一小脚 那这种智库都是老奖也没拿多少钱嘛 那你说外面更大的东西 就政府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慢慢透过这种委外采购的方式 到外面去 那到底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那得到的东西到底对一般人民有益 还是对那些外面发包的 接承包的 这种民间促进参与的 这种BOT厂商有利 他们进入当然对他们是最有利的 最可怕的是 比如说就以刚刚我讲 我是台庆院的研究员为例 我后来发现 金建会怎么会有这个研究案 我吓一跳 但我后来才更吓一跳 是说原来我已经被荼毒到这个程度 以为所有的研究案都是 都是要由政府发包给台庆院来做 但是其实还可以演化到更大一段 为什么研究案政府要做研究案 懂意思吗 政府干嘛要做研究案 这么不用做研究案啊 你懂意思吗 就是去任务化 过去的想法是 金建会作为金建单位 他就应该要做研究 但后来金建会要裁测人力或怎么样的 所以他后来把研究包给台庆院来做 叫做委外 到最后一个阶段是 金建会干嘛要做研究 金建会就把那些行政书做完就好啦 研究之额外 那也不是政府的责任 类似这样这样的逻辑 这还有也是一个我觉得 更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 其实有很多NGO是靠这个吃饭 对对对 就是很多NGO他必须没有钱 但是我们购款的力量又不够 但是政府的案子他就可以出来 那他就去帮忙自己 对对对 那NGO其实整个的弱化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 对就是 对 没错 对 但是现在大概没有那个钱也很 也很惨这样子 那整体来讲发现两件事情 要政府角色下降 为什么把这个拉得比这个高 是因为这个的问题 其实反映的是这个的问题 因为政府的角色下降 政府什么再造啦 圆而经检 其他都锁定一件事情叫做 我干嘛要这么大的政府 我干嘛要政府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不要做啊 都释放给明天来做 那不是很好吗 那不是有很多利基吗 所以因为政府这样想像的关系 所以他开始只好 开始把他的雇用不断不断缩减 或是朝向一个 第一个是正式雇用下降 第二个是间接雇用下降 第二个是外包承揽下降 不断不断下降 那政府就越来越小 所以这是一个果 这是一个因 所以后来在收费员这件事情 国道收费员案 从一开始好像工作权 慢慢谈到约聘雇制度 而约聘雇制度后来慢慢谈到什么 政府角色的问题 不只是政府的雇用的责任 而是政府整体的角色想像